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在舞台上互相传递眼神 虽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感情 但至少没有敌意 可慢慢的 两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两人的事业发展也是有着不同的方式 可唯一没变就是两人都晋升为顶流之后 在一些资源上 甚至是舆论场上颇有号召力 尤其是粉丝们更是愿意赴汤蹈火 替爱豆出征 踏平一切不平之事 这一次 王一博和肖战两人的粉丝之间 之所以发生这一次冲突 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原本这件事是与这两人毫无关系的 可不知怎么的这两人就牵扯进来了 要说最大的关系 兴许就是顶流吧 网上有一个爆料 称某流量男星 第一次去参加品牌方的活动的时候 因为贪吃 结果闹肚子 而更加不凑巧的是 在活动现场一屁绷在了裤子上 更别提品牌方有多吃惊了 原本就是一个没有源头的瓜 看过的人自然就一笑而过 可娱乐圈的敏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要出现点新瓜 不少人也恨不得对号入座 当然也有一些只是跟风盛传而已 偏偏传闻在娱乐圈的传播速度不亚于光速 瞬间就有一大波人出现 而且按照正常的传播规律 同样是越传越离谱 于是传着传着就跟肖战王一博扯上了关系 不少人都在为了 是不是这两人一边澄清列证据 一边造谣随口说 因此双方粉丝也因为这件事是闹得天翻地覆 甚至就连刚开始散播该瓜的博主都站出来说 在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是哪个明星艺人 也没有说是90后 尤其是称在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提到说是陈情令中的哪个主演 虽然没提肖战王一博 但陈情令都拉出来了 肖战王一博粉丝之间的争执 究竟有多激烈也是可想而知的 毕竟两人都是顶流 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 哪一方都不肯示弱 而这一点肖战粉丝似乎是占了上风 兴许是经历过的事件不同 不仅能迅速组织粉丝 还能见好就收 目前肖战网官宣威就呼吁 肖战粉丝们理智一点 希望停止一切无意义的争吵 共同维护网络生态环境 随后没多久 肖战工作时也出面点赞 这一善意引导的微博 也算是官方出面 对这件事给了一个态度 不过王一博方面 似乎对该事件毫不知情 即便本人不回应 就连他工作室 乃至公司层面也是毫不关心 这样静观其变的态度 让人摸不清 他究竟是要怎样处理这件事的 纵观这件事的发生 娱乐圈的道听途说 和粉丝们之间 不分青红皂白的纷争 才是娱乐圈经常发生 争吵的重要原因 希望少一点谣言 多一点理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水晶娱乐 敬请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